投資策略 股息之低難以接受 就好像破碎的婚姻誓言一樣 全球最近一輪減息和暫停派息的浪潮 讓股票投資者感到失望 因為股息承諾並不像他們早前期望一樣理所當然 由於新冠疫情爆發 世界各地實施長期封鎖措施 企業現金流和盈利能力備受一定影響 對於努力節省資本和維持運營的企業來說 派息成為一種斜望 然而從長期投資的角度來看 如果企業有困難時為節省資金而審慎減息 投資者不應將此視為負面 部分公司尚未減息 儘管新冠疫情是弱 但一些消費品、保險、化工和醫療保健行業的公司 最近先上上年度股東大會上 重申了派發2019年股息的承諾 他們對未來幾個季度是否有能力維持派息 持謹慎樂觀態度 但同時也對其現金流的可持續性提出了擔憂 我們鼓勵股票投資者在未來尋求股息收益 並考慮 1. 多樣化的收入資金流 即使今年的股息政策保持不變 沒有任何一家派付股息的企業完全不受疫情影響 2. 小心選擇股票 即使對於資產負債表強勁的企業來說 履行派付股息的承諾也是有條件的 3. 管理股息預期 投資者需要注意 盈利前景仍然波動不定 因此股息增長預期充其量應為中性 結論 最後 投資者需要注意 股息只是企業股票預期總回報的一種 最終只會反映對企業給其業務較長期的盈利能力 企業業務模式的可持續性 以及產生長期價值能力 仍將是投資的關鍵標準